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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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那么第一位是特休刑警 高仁和高刑警 红衣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这个演科医师 黄佑佳黄医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媒体人吕文婉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心理慈商师林崔芬老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还有律师法老王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五位 我们今天主题是想离婚吗 免谈 因为这个 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出来作证 作证 因为有个人呼 他指控前妻在婚姻的时候 搞外遇 那他好几次跟小王外出去约会 而且睡在一起 同床共眠 那谁看到了 他八岁的儿子出来作证说 晚上的时候 叔叔跟妈妈抱在一起睡觉 因此他向前妻 这时候已经离婚完成了 他向前妻求偿五十一万 那么台北天空法院认为 接吻同居的照片 并没有办法佐证 那是在离婚之前拍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证明时间点 蛮重要的 而且你只凭一个八岁的 小孩的证言 要来推论女方侵权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最后还是派判人夫败诉 那前妻也不用赔 不过全难还可以上诉 那请教一下文婚 这个新闻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这对夫妻是在 大概两年多前 也就是二零二一的四月份 有法院 其实他们已经离婚了 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了 可是事后才赫然发现 原来我被戴绿帽 你还在做音效 对 那个是很驚訝 可能是我离婚 有时候真的夫妻如果说不合 那离婚就算了 但是大家永远相信 如果有一方出轨 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人夫发现 原来你背着我 早就让我戴绿帽了 我没办法接受 然后有这个呢 为什么他觉得 这个绿帽是谁告诉这个人夫的呢 是他八岁的儿子 他就说爸爸 我有看到妈妈跟那个叔叔 手牵手 修电脑 手牵手 好 这个已经一个了 然后第二个 修电脑要手牵手 对 她说我看到 这样是可以接电跳 这样 他说有手牵手 然后再来我有看到 妈妈跟叔叔抱在一起睡觉 然后呢就是指正立立 所以这个人夫呢 就一怒就告到法院 就是说我要求偿五十一万 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 这个数目是怎么来的 他就求偿五十一万 那在这个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人妻 这个前妻呢 他就觉得自己很冤枉 他说我为什么 为什么会搬出去 其实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在离婚之前 这个妻子已经早就搬出去了 自己在外面租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前夫会家暴 然后第二个早就外遇了 所以对他来讲 他们早就婚姻出问题了 就是这个老公外遇 这个老公家暴 所以呢完全 他租出去跟所谓的 他早就外面有人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这个是他反驳啦 然后后来这个法官 当然就要验相关的证据 那这个前夫呢 有提出这个两个证据 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老婆 这个前妻跟他的叔叔 跟这个叔叔 这个自拍的那个接吻照 这是一个 自拍接吻照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租屋处 租屋处的一些疑似 就是说两个呢 好像同居的照片 同居照片 可是后来呢 感觉 这个应该是小孩子指控嘛 再来有接吻的照片嘛 有同居的照片嘛 那就一定败书 要赔钱啊 可是这个官司后来呢 这个结论啊 其实也不能讲结论 后来呢 判下来 第一审判下来是 这个太太不用赔 然后当然可以再上诉 那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不用赔啊 感觉证据确凿 可是呢 后来这个法院方面呢 这个就判决的这个内文呢 有讲到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 虽然有那些照片 接吻有 然后呢 同居有 可是没有办法提出 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以前的照片 比较好对吧 对 你刚才想的同样 以前用照片 右下角都有一个 对啊 几年几月几号 是 然后就是你真的 你都不用多说了 就是会在上面嘛 但是他第一个就是说 没有照片 所以不能佐证 这个是在他们离婚前拍 还是离婚后拍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 租屋处 其实是在他离婚之前就租了 而且呢 就离他原来租的地方 五百公囚 所以法官以这个 这个因素来判断的话 如果他真的要 外面要红杏出墙啦 或者这个要跟别人 如何如何的话 离应当 应该不会离这么近 因为方圆都是自己的邻居嘛 旧事 所以这个也不合理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们有勘察那个照片 所谓的就是同居的照片 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因为里面就是看到 这个当事人 就是这个太太 躺在沙发上睡觉 没有错 可是呢 这个男生 就这个叔叔 他只是在旁边接电话 所以也没有真的很确切的 一个证据 所以后来就是没有 就是后来当然就不用陪嘛 可是大家比较 认识的地方是说八岁的小孩 其实说的话 是不是应该比较可以取信 所以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后来 小孩都说我有看到 祖祖跟妈妈抱在一起睡觉 但是后来 法官好像不才行 所以几岁的人的证词 才算可信 其实法律上面 也没有特别规定说 一定要几岁以上 那大概作证都是会以说 他能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来判断说 他可不可以来作证 所以岁数不重要 岁数不重要 而是看他的能不能够认知这件事情的能力 不过小孩子作证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小孩子很容易被诱导 像在离婚官司里面 因为为了要抢小孩 那就常常父母就会说 就是跟小孩讲对方的坏话 然后有时候小孩就比较没有办法判断 比如说今天晚上 爸爸本来说好要来 爸爸可能就是之前就有跟他讲好说 我可能改到哪一天 他就故意跟小孩讲说 你看你爸爸跟你约好 结果他没有来 他就是不爱你 这种久有久之 他就会对爸爸有一些敌意 然后之后呢 他再去灌输他一些 就是不是事实的事情 那他可能就会 就以为这个是真的 那法老王我请教你 小孩子的证词 你说跟年纪没关系吗 对就是跟认知能力 对他跟爸爸说 爸爸爸爸 为什么你送课的时候 我们家客人来要走了 送课的时候 你就说请慢走请慢走 那妈妈上次送叔叔的时候都说 快走快走 这是可以当证证吗 好冷 这可以证明 这个小孩子大概 如果陈述出来 大概可以证明说 他确实有听到这些话 至于这些话 法官怎么认定 那就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他说快走快走 不见得是 有发生侵害配偶权的事情 也有可能他们是在赌博 然后说检查来了 快走快走 没有讲警察 不过其实 那个小孩的证词 就是还有另外一点是 有很多人喜欢去 就是带小孩子的风向 就是去带风向 可是如果说小孩子讲 他自己认知的事情 那是没有问题 就是我确实以为是这样 可是要叫小孩子说谎 很容易发 很容易有破绽 就是很容易 就是多问个不同方式 问个几句 他可能就传邦了 这个高大哥应该最清楚 其实我觉得现在手机 即便是自拍 应该也会留下时间 时间控那个 其实我在几年前 很多年前那时候 智慧型手机 还没这么流行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打一个官司 就是在增值说 这个图片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那时候用的方式就是 他电子档案一定有那个档案资讯 他会有个制作时间 然后最后修改时间 其实那个是查得到的 你只要把制作时间调出来 就可以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对啊 应该还是这个案子里面 我猜要码是 那个原本的电子档不见了 所以他提不出来 那要码是他当时的律师 不晓得可以这样做 因为其实 有一些大部分的法官 是可以采信的 就说 我们是不是在搜证的时候 是时间很重要 对时间很重要 还有那个证据力很重要 对证据 证据力很重要 就说怎么样做到 有证据力的证据 这个蛮重要的 对不对 等一下再请教 那先休息一下 好 不过这边要来麻烦黄医师 就是说我们今天不针对任何人 今天只是就是说 在讲究这个官司 在打的过程里面 提供证据力的问题 这个你比较有经验 可以提供什么 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经验 因为是这样子 我觉得结婚前 结婚中 婚姻中跟这个离婚后 我觉得那个对象的人品 你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结婚前你一定判断说 他一定是人品高风亮节 非常好 非常正直 假设你是这样的人 婚前为了追求 会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通常你会选择 跟你同类型的人 然后你才 所以假设我是比较正直的人 我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 好的必要的条件 所以我婚前可能会选这样子的人 但是也可能会选错 然后到婚姻中也不见得 他就不是正直的人 或者是歪斜了 可是在婚姻中会有很多的问题 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个性的人 然后那种个性有时候 比如说也许是比较暴躁的 或者是比较暴力的 或者是言语冷淡 言语暴力的也都有 那这样子会确实会让女性产生 想要离婚的心情 可是想要离婚的是说 你会觉得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最著名的这个事件 其实是被扎尿布 可是我都觉得说我被扎尿布了 我应该去法院会很顺利离婚吧 那个尿布应该是已经用过 然后包起来了 对 我们很节省 我们不会浪费东西 不是 如果那个尿布包起来了丢 其实比较 里面的汇物不会跑出来 如果没有包起来 那个里面的汇物会跑出来 有包好了 还好 这算善意 就是我还不至于说被扎完就去洗脸 因为我是这样应该会更愤恨 对 那我只是说 所以可是我们婚姻中的女性 通常因为不想着离婚 或者是因为行业隔太远 或者是没看节目 你没有什么法律知识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 你可能只是发泄情绪 那一定是真的等到说 你可能被扎尿布了 然后你想不行 这应该要离婚的时候 才会开始想说 那我可以提出什么 然后去离婚 然后你再去可能问了律师 或者是你自己先上网看说 这个台湾法院允许离婚的条件之后 你就会觉得很挫折 离婚有一点困难 那就说我们已经觉得说 很挫折 很不堪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办法忍受了 然后再看看人家的条件 好像去法院离婚也不一定能成功 那个煎熬 就是女性到底要离婚 还是不离婚的 第一个煎熬点就在这里 所以第二个 如果真心想要离婚 当然是要好好的搜正 然后你的搜正那个 我相信很多律师会 把我们这种就是 准备要离婚的女性当消博 我后来想一想也是这样 因为就是会很崩溃 会这个也要搜正 那个也要搜正 而且自己在比较混扰的情绪 我插个话 变成肖博 正常 因为那时候你就是很愤怒 有很多情绪 我就是说我们销到 连邓慧文医师的书 买了这么一大碟 都没有办法看下去 眼睛有在看 可是内容没有办法到心里 后来只有说 看到一句话说 你与其要在原地哭 你不如就起来走出去 我就看到这句话说 对 我觉得没错 我就是应该要离婚 努力看看 所以就要搜正 那说实在 我自己本身是3C白痴 那3C白痴的意思是说 我不太会整理那些照片什么的 可是这也是一个优点 就是说我有一点职业病 我之前是在婚姻中之前 我不是当医生吗 我当然现在也当医生 可是我当医生在职场中 我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拍病人的素前 跟素后的照片 所以在我结婚前 其实我就已经是 一直在拍照的人 就是我看到 当然病人我们会拍这个区块 因为眼睛 我就拍这个区块 可是有点从职业病 变成好像生活的一个癖好 那我后来又拿到手机之后 发现它有智慧型拍照的功能 所以我这个觉得 怪怪的 拍一下 那个拍一下 其实我后来会觉得 这本来是一种生活中的乐趣 那因为我们不擅长3C整理 所以不去整理照片 不整理到什么样呢 不整理到就是有一次 那个韩国一个非常有名 来自欣欣的你的男主角 金秀贤来台访问 然后我竟然在那个超市遇到他 他们在那个开记者会 我想说我要进去 我又没有记者证算了 然后没想到就在旁边 他竟然金秀贤去逛超市 然后真的本人又高又帅 就是一个 欧巴 那我是不是要赶快想说 跟玄冰比起来 而且我就跟在他后面 跟玄冰比起来 可能还是 因为我没亲自看过玄冰 因为我黄医师很喜欢玄冰 对 然后我就我就有那个 亲身的金秽说 大明星真的好高好帅 皮肤好好 我就在他旁边 我就推着那个菜篮 我想说终于到我了 我要把他说手机来拍的时候 竟然就拍不下去 因为里面资料全满 好可惜喔 对 但是也是因为我这个个性 就是我的信箱里面 是不删性的 我的手机里面是不删照片 不删都不够用 对 但是就是可能我也在忙 其他事情不真的这样 然后所以我事实上 真的要找证据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证据 因为你不删 因为我不删 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觉得说 你常常会删这个删那个 你到时候灵感不多 然后第二个 其实我们需要那个录音 那这个录音可能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用 后来想一想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 我们那时候并不是说 因为你婚姻不是说不好了才去 我比较幸运 我不是说婚姻不好了才去买一个 这个录音器 我是因为真的有小孩 我们如果要请保姆帮忙 现在流行的就是 你还是得在那个 保姆房里面放一个监视器 那它通常就会有画面跟录音 然后我选的话 那这时候我就开始想 因为你 你买的录音器多大 很小 它就像一个充电器 手机充电 就是我摆在那儿 你会觉得我在手机充电 你完全不会怀疑我 七笛喔 对啊 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按下去 它只要一插上去就开始录音录影 插你的手机吗 插在那个充电的地方 那个充电座有没有 对它只要插上去 你会以为这个人在手机充电 可是事实上那个充电 事实上是已经全部都录音录影了 那个当一个买大概五千块左右 录音是没有问题 有帮我录影啊 有 同时拍得到吗 拍得到啊 录音录影 它可能是广角对不对 对 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运气也蛮好的 然后所以就有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状况 然后也有这个设备 然后真的你到时候 你就可以整理 然后确实很有用这样子 确实很有用 OK 修论请教一下 刚刚讲到那个小孩子看到妈妈 跟别人抱在一起 然后有些亲密 这种对小孩影响大吗 我觉得蛮大的 因为其实说孩子是一个 他跟谁的关系好 还蛮重要的 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小孩 跟爸爸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他会回去跟爸爸说 爸爸我看到妈妈跟那个叔叔 抱在一起 那我其实个人觉得 对孩子心理的影响 到底离婚前还是离婚后影响 离婚前离婚后只会对爸爸影响 但是对这个小孩只要是妈妈跟叔叔 抱在一起都有影响 那个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影响就是说 你有没有很清楚的让他知道 妈妈现在离开婚姻之后 我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一个 目前我有一个对象 那那个对象我跟他目前是 我们会住在一起 所以你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叔叔 这个叔叔是妈妈的什么 什么样的人 那我其实会感觉很多爸爸 妈妈离婚之后 都不会跟小孩讲 自己的感情状况 但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因为小孩如果不清楚说 突然多了一个叔叔 那那个叔叔又跟妈妈好亲密 其实孩子会很讨厌这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说大人可能不能忽略 他们的亲密动作 其实小孩都懂 小孩看了之后会不舒服 而且通常小孩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不舒服他不会表现出来 小孩可能会不理这个叔叔 或者是他对这个叔叔很有敌意 也是很有可能的 或者如果这个叔叔刻意的讨好他 或者是说这个叔叔 像我有遇过有些叔叔 还会威胁小孩 就说你以后没有爸爸了 或者为什么我没有爸爸 我有爸爸我有爸爸 你没有爸爸了 你就是没有爸爸了 好坏哦 然后说我有爸爸 那他还会去威胁这个小孩 你不听话 你以后就把你赶走 类似像这样的话 所以那个叔叔对小孩的态度 当然也是重要的 到底他是亲近的讨好小孩 还是说他其实还会威胁 恐吓小孩 或者是说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有些叔叔真的会做一些遏止的事 你妈妈是我的 不是你的 这也太幼稚了 我后来做智商给我很大的发现 说妈妈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像有些小孩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会被影响都更大了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长大的影响是什么 对 长大的影响之后 他会对妈妈或是 黄子焦吗 是有一点可能的 黄子焦就讲 他看到 青年看到妈妈小时候的外遇 我觉得那个 有各种的可能性 来 先休息一下 好 因为我记得黄子焦有说 他后来的行为偏差 跟他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妈妈外遇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小孩子看到的情形 可能对他长大影响还蛮大的 其实我会觉得跟离婚前 跟离婚后比较没有关 主要是说你在孩子面前 做一些很亲密的动作的时候 可能要顾虑说 这个会对小孩造成什么影响 那你如果带着他一起去约会 或者是说 孩子没人怕 对 因为那时候黄子焦有说 他小时候特别黏人 那他也特别易感 特别敏感的小孩 所以妈妈就会走到 哪都带他去约会 那带他约会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把他放在房间 那某一个角落 然后可能就跟他的情人 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甚至有一些更亲密的举动 那这些对孩子的心理 他就太快被迫进入成人的世界了 他就会目睹这些画面 那其实他在 因为想 其实在小孩小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 会有一点恋母情结 他就会觉得 妈妈是我最亲密的人 我最爱的人 所以妈妈也会是我的 那当发现有妈妈跟别人 有这些肢体接触的时候 其实在他的脑中印下的这个画面 有可能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妈妈 但他长大之后 可能会去控制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女生 那通常如果说他练的对象 很多这样的人练的对象 都是练童 和也要练童 因为小孩对小孩 他的心智其实是像停留在他 妈妈外遇的那个时候 幼小的童年 所以他在那个童年的阶段 他能够控制的就是小孩 所以他们不会去找一个成熟的女性 去表达一些他的爱意 所以他会去控制 像他做的行为就是拍照 拍照就是一种控制 我要你摆什么动作 你就是要摆那个动作 那这就是一种控制 那我那时候会感觉 他摆的动作 而且都一定是选旅馆 会摆出一些 所谓的一些妩媚的动作 也许也就是复制妈妈当时的一个样貌 或者一个状态 所以你说对这个小孩没有影响吗 当然影响很大了 而且甚至于我觉得会扭曲他的心智 那你说怎么扭 这有时候很难说 到底要怎么扭曲他的心智 还有可能他在性的过程当中 可能譬如说他会有一些偏好 除了像拍照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好的一些 比较侵犯系的对待以外 像我有遇过也有些人 他会有一些像恋物 他也会特别恋妈妈的某一样物品 那恋物品比比方说什么高跟鞋 泡泡泡 对对对 像之前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 妈妈在跟别人进行性的过程中 把孩子放在床底下 所以他看到就是妈妈的红色高跟鞋 所以从此之后他练的 他长大之后一定就是练戊物 红色高跟鞋 红色高跟鞋 然后一定是他的伴侣 一定要买红色高跟鞋 或是他喜欢的就是红色高跟鞋 所以有些时候你说这会怎么转 有时候很难讲 但是的确我还是会觉得对孩子的心理 可能会造成阴影或者是创伤 或者很多他会觉得孤单寂寞 怕妈妈被抢走 我觉得红色高跟鞋还算性感 好 妈妈不是穿蓝白脱 好 指甲都剥了一半 还有些人会穿那个内衣 把那个就是内衣穿在身上 然后去体会那个 感觉对方好像是体会性的快感 所以我说他们会怎么扭 有时候很难说了 了解 因为我以前跑新闻 刚开始是跑社会新闻 那么警察就抓到那种专门会去偷 女性的内衣裤的那种 竟然到高达一千五百多件 一个人偷 一个人偷一千五百多件 很努力 对 对他来讲他可能那个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喜欢把自己埋在那里面 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心理 对不对 不能用买的吗 一定要偷 他一定要人家穿过 人家穿过 另外一个他们会去偷这种内衣裤 很常是偷邻居的 因为他 因为他要有一个想象的一个对象 因为他偷来 陌生人他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他偷来之后 其实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做一个意淫 就是要有一点就是自慰的过程 因为我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这个人 当然新闻不对 只是我比较好奇后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今天会变成这样 其实他毁了他一辈子 对 因为那样的人在社会上不好生存 就是说好像有很猥琐的感觉 对 那刚刚黄医师有讲到说 你有去买那个五千块的 录音录影的设备 可是有时候那种冲突 你要录是很突发的 你怎么录呢 因为你还没有录的时候 其实那个冲突已经过了 对啊 所以就是说像比如说以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被扎尿布 那时候我在睡觉 我身上是睡衣 我旁边怎么会有这个录音笔 或者是任何的手机嘛 而且如果你在很冲突的情况之下 拿手机录影 录音其实不太可行 因为对方非常有可能把你的手机拍掉 那我就这一支手机 我如果再被拍掉还得了对不对 所以通常真的在婚姻弱势中的女性 其实会有点在冲突的情况 反而很难得到证据 他明明骂我成这样 我现在就是不敢去打开那个手机录音 比较多啦 那以我这个情形是当下我真的 就觉得很愤怒 很觉得说这个人太糟糕了 人凭怎么这样 但是我当下因为小孩子在旁边睡觉 我只想说就不要太大声 然后事情就赶快过去 然后所以就忍耐继续去睡觉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你说我忍耐吗 我内心好像也不能忍耐 那我内心不能忍耐的那种委屈 我会说出来 那就因为有些女生她的委屈 她就一直要藏在心里 或者是去跟别的朋友讲 比如说跟文婉姐LINE说 文婉姐我跟你讲 我昨天被扎尿布了 好 如果你会是一个诉苦的 行的那你会有救 因为这个LINE就是证据 那我的话是属于当下 因为我还在婚姻中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 这个真正离婚开打的两年前 比如说我是一百零五年离婚的 它发生在一百零三年的除夕 左右的事 不是除 反正忘记 反正就一百零三年跟一百零五年 所以是婚姻中 那因为那婚姻中 你看我其实也很懦弱的 我都已经被人家砸尿布了 不然你是为了小孩啊 胖 可是女生就是 一定会有这个感情 你为了小孩想说 不然还是应该要 要沟通 要努力看看 事实上也是要抱怨 所以我就真的就是在隔天早上 一起来就是怒气 真的是又压开 又想因为这个事情 会一直存在脑海里 所以早上八点一起来的时候 又觉得火气很大 一定要抒发 可是我那时候采取的 不是跑去找他 然后开录音器 我是选取打开我的这个电子邮件 写了我的心得 就是我上次也念给大家过 我又说你这个扎我尿布 我真的就是觉得说真的是不行 类似这样的信件给他 然后寄去之后 石沉大海 就是我看到我的信封里面 有这个已传送 就是他对方已经收到 因为我跟他之间的 E-mail就是这样 你可以去设定 就是他有没有收到 你会看到他 婚姻中的时候 你写了E-mail给他 对 然后他没有回 石沉大海 你其实再经历过一次羞辱 就是说你要沟通 你要反应 然后你寄出去之后 石沉大海 人家就是不理你 一封回信都没有 会不会他没有看E-mail 他后来去法院 是这样子跟法官讲的 说他没有看 对 因为 那你不能够直接找他讲吗 我觉得肯定我有讲 只是说我没有这个证据 然后我后来也失去了这个记忆 一旦我猜测我才狡猾的人 哪有可能没说 所以可是事实上 那是晚上发生在晚上吗 对 扎尿布是晚上 大概可能十点大家要睡觉 我说我已经躺在那睡觉 我算是晚睡的人 那因何扎你尿布呢 没有 就可能之前 因为什么吵一些 可能就是婆媳的问题 然后就不满 因为然后后来 他可能就很生气 那很生气 我想说就不要吵架了 就各自去睡就好了 我真的去睡 那各自去睡 你们还是共同睡在那一张床上 对 我就是 没有其他床可以睡 这样有点悲惨 有点悲惨 你身处敌营 还就是没办法保护 身处敌营 可是你婚姻中的 所以女生在婚姻中的压抑 就是这样 其实你拥有的东西 那你总有另外一个房间 没有人睡 可是我说过 因为我旁边要照顾这个婴儿 这个婴儿的床就在旁边 那我是不可能说 抛下这个婴儿床 然后跑去别的地方 发脾气不太可能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 是 那只是说 其实大家想 这个事情后来 其实我是提起离婚诉讼的人 所以那律师就说 然后你的证据通通拿出来 我们来看哪一些是可以用的 这个拿过去 也是勉勉强强提给法官 那所以因为提给法官 后来才会上新闻 但是提给法官之后 法官其实在那个判决文 我的离婚判决文里面写 其实就是不置可否 就是他们严重到 让法官同意你离婚 意思是这样 不置可否意思就没有答应 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 就是法官的 我觉得法官也是很妙 他写出来了 可是你不知道他写出来 到底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这表示就高招了 看不出来他要写什么 等一下继续 来 先休息一下 好 黄医师谈到当时法官的判决文 不置可否 就不置可否 然后其实法官的判决文 你仔细去看 有些真的蛮安慰的 那个安慰是说 比如说因为后来 其实也不是我主动去提说 我被扎尿布 我是其实是新闻媒体报 然后其实我就是被问 然后我就坦诚 对啊 我就是被扎尿布 我就这么单纯 难道我要说我没被扎尿布吗 那我就说对啊 那我就被扎尿布 那所以你看 其实会扎尿布的人 他后来也不觉得 他的行为更小 他反而是因为我说 我承认 对啊 我就被扎尿布 他我前夫就告我妨碍名誉嘛 所以他认为扎尿布 这个事情伤害到他名誉嘛 对 可是你又要举证嘛 没错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 是我刚刚说我的离婚官司 那个是一个民事的诉讼 我觉得法官不置可否 因为你被扎尿布 真的还不足以达到离婚的条件 离婚的条件 可能要问法老王律师 其实他是累积的 Anyway我看那个判决就不是 这个不是太大的重点 可是我人虽虽在 我被扎尿布也就算了 我承认我被扎尿布之后 还被前夫告说 我妨碍他名誉 那他为什么不扎我 不扎我尿布就好呢 我的很直白的反应 那所以我只好就是去法院 那这个又是一个刑事庭 因为妨碍名誉 诽谤是一个刑事的官司 然后我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可以提了啦 我真的也是把这个信 这个email什么 但是他很好 他有时间 他有内容 那他是一个证据力蛮高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所以换句话说 法官不会认为你那是掰的 对 法官确定就是 就是检察官 检察官确认说 有其实非常可信度高 因为为什么 我们提出一个理论是 我的律师就说 因为这个信件是在婚姻中 你看他什么时候离婚 105年 这个信件103年 不会有一个女生 他在婚姻中 他要去捏造一个伪造的事情 然后来去如他老公 那这样他还要不要生活 不太可能 所以这封信 这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跟事实性其实相当地高 那是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就这个才你知道 才不会被坏人 才过关 你打我一拳又要叫我说 我是打你的这样子 那离婚前你说 这个你有打电话给妈妈 对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我已经忘记 我这么可怜了 是因为我又听我妈妈讲 我才又想起来 原来当时我是这样 我已经忘记 他说那一天其实是除夕夜 然后我哽咽地打电话给他 说XXX就是我前夫的名字 叫你来 然后那个时候 已经晚上十点钟了 除夕夜 然后我妈妈一接到这个电话 就想说 这样 还要去整几点 晚上十点钟 所以团圆饭刚吃完 对啊 就是说已经 就是很晚 你那边有吃团圆饭吗 有 就是吃完团圆饭之后吵架的 跪泥呢 跪泥啦 大过年 然后所以 因为我前夫一定坚持说 要叫我找我妈妈来谈 那个什么珍珠耳环的事件 我就说这不用讲 不用讲 你们觉得怎么 我们那时候已经后退到说 没关系啊 你要怎么想 就你们就这样想好了 我没什么意见 这样子不行 他说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妈妈 叫他来谈 那所以才会有刚刚讲的说 哽咽打电话给妈妈 然后请他来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 我心里想说这个 这样子还 但是我妈妈聪明就是 她先打了一个电话 给我妹妹 那因为我妹妹是律师嘛 她就说这个一定是有猫腻 你身上要带录音笔 所以我妈妈也有录音笔啦 那所以她就 她去 她就到我前夫家 然后她就按门铃 她说她按了门铃好久了 然后那个飞庸才顺眼心松的说 喂 就是才来开门啦 就是其他的人 可能都还装大牌什么 不理他 他按门 你按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干什么 他基本上认情 毅力 就即便是这样 也还要是顺眼 也要专重 人来要随意开 对 然后可是就是来 然后就是 就是我前夫跟婆婆 就是在这个我妈妈面前 就就是就打我 训斥了一大堆 这些其实就被录音下来 那这个录音后来呢 也是这个免除 我又被前夫告 我会告输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其实不是有一次在这个 节目上好像有提到 因为大家在讨论妈宝嘛 然后我就心生感慨 因为我就 那我觉得我前夫就是妈宝 因为我觉得他是妈宝这件事情 他又告我妨碍名誉 然后其实妈宝 它不是一个负面词 负面词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一听 这个就是差的 那当然你就是有妨碍名誉 可是妈宝因为有很多的推论 你是听妈妈的话 孝顺还是怎么样 可是重点来 我现在要讲的是 因为这个录音 你知道我那时候后来就是把法院 所有的妈宝的案件被告 就是有真的很多人会就是 这个就是妈宝 骂你妈宝什么什么 真的被骂妈宝 生气的人也不是只有我前夫 然后他真的就是 我就去看了所有法院的 这个妈宝的案件 为什么有人骂妈宝 后来是有问题的 被判刑的 被入罪的 然后后来有人是没有 这中间的差别差在哪里 一样是证据 那我就提出了很多的证据 给这个检察官 好 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前婆婆曾经在 在客厅里面 我怀孕的时候 她不是大声地唱卡 然后可以叫很多朋友来 然后我因为觉得说声音太大声 是不是可以 因为要怀孕要休息 是比较没办法 所以请她小声点 结果不行 后来搞到前夫那边的话 他就对这件事情很不满 然后他就很大声地跟我讲说 那个现在是 有客人一起唱 那现在长辈如果跟你吵 那是不应该唱 还是应该 就是我这样讲是很温柔 但实际上声音是很粗的 你那时候很大声 没有 前夫 前夫很大声 就是我举出一些事例证明说 这些是确实在婚姻中发生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处理 就是确实有跟妈妈有关系 然后结果在婚姻中 对我的这样子的态度 让我产生了一个 跟事实相关的自主的感受 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 觉得她是妈宝 对 那所以检察官是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是毫无原因的 谩骂人家是妈宝 那这是有罪的 OK 那所以妈妈那一次去处理 完之后就回家 那一次就是她变成是在 除夕夜 她就敢除夕最末班的 捷运回家这样 除夕夜 对 实在是太特别了 不过也请教一下 这个法老王就是说 其实在搜证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去 会去敲对方的东西 他的抽屉 公事包 手机 电脑 那这个有违法吗 会有妨碍 妨碍秘密的问题 那不然我们怎么找证据呢 其实说真的 像这种离婚 你要去搜证 大部分都是最有利的证据 通常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对啊 因为像我们讲说 脱录音啊 或者那个监视器啊 这个其实都有点 游走在法律边缘 因为你还 实质上你是一个 妨碍秘密的行为 我们没有告知对方 但我们把录音机按下去 这样子不可以吗 其实这个在法院里面 一直都有不同的见解 就是有的法官认为 这样有构成妨碍秘密 有的法官认为 你这个目的正当 所以没有构成 现在一直都是 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统一 那我没有跟他说 我在录音喔 他就不讲啦 当然啦 通常会跟他讲 我在录音 都是在恐吓对方 不让对方继续讲 所以就拿出来拍 就是为了不希望你讲 希望对方继续讲 一定是偷偷录啦 对啊 只是说像这种案件 到最后 因为很想离婚 所以大概都会豁出去了 就是冒个险这样子 说不定遇到的法官 那皇爱秘密罪重不重 其实还好 尤其是 还好我们就给他摸一下 可是毕竟是有个前科啦 因为通常 皇爱秘密罪有前科喔 因为如果你有判刑的话 就有前科 如果说像这种 因为我们一般人大概都 之前都没犯过罪啦 所以像这种 那个初犯 那如果愿意认罪 通常法官 即使没有跟对方 往他一面 对就大概最多 就判六个月以下 甚至判得更轻 那罚也罚不重啦 只是说就是挂个前科在那里 可是证据力还是在对吗 证据力还是在 OK 现在就是认为说 我们自己违法去录人家 你就算你录音的行为是犯罪 可是你这个录音还是有效 如果是警察的话就不行 警察你如果没有申请到这种 监听票什么的 你去录 你这个证据是无效的 可是我们一般人录的 这个还是有证据力 也还是可以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高刑警这边 也遇过一对夫妻 是 然后呢 那这个夫妻 其实太太 在抚养一个四岁多快五岁的 小女孩 她的先生只要酒喝了之后 就回来就把她拳打脚踢 那性侵 怕不 怕不 那她性侵 那性侵又 因为没有经过太太同意就是 那因为就 左右邻居常常听 她要不叫母 就报案 报案到我们的辖区 派出所先去处理 处理处 要不叫母是 暴力还是身体 开太区嘛 叫嘛 孩子也叫嘛 那派出所的同仁到现场去 先生带着酒医就说 我们家咬来书 不用你来插 那有的警察想说 咬来书 那你也不要太大声啊 因为那个年代 不是现在的 现在当然就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你在二十几年前 快三十年前那个年代 其实很多警察 是不管你家户事的 连你太太被打到猪头一样 你不告人家不理你的 那后来是第二次 他太 我们才得知到 他太太在临森北路的调通里面工作 但是不是做那个酒店的 就是在里面帮人洗碗 到服务生 换肉丁模拟那种 算很辛苦 可是他的先生会去那边奢葬 去那喝酒喝花酒 喝一喝都饮 就知道了 等于他太太的工钱 从那边抠就对了 那回去到他家里的时候 又来一次 又跟他太太要钱 那又对他太太动手动脚 然后打得很 那次打得特别凶 连孩子都打 那就喊救命了 邻居又说拜托的 不然你们也来处理一下 警察 这一批的警察就比较好了 不像第一次去处理的警察 后面的警察去处理之后 你说你们母亲家都看看 就刚刚正在那一样 身份证都拿出来看 一对不对啊 你们两个没有夫妻关系啊 你们怎么会生你太太呢 那我们离婚啊 离婚就不是你太太了 那就不同了 那有的前妻会继续 就是前妻 他就是威胁他前妻说 你回来你如果不跟我睡 我就要把孩子带走 所以就动手打他前妻 你虐他前妻 性侵他前妻 可恶 那这个案子发生后来 那个比较老的 那个到信长派出所的 那个警察说不对喔 你这个不是只有伤害罪喔 这是性侵案 这个公诉罪了 对对对 公诉你就要送来我那儿 就送到我刑事组了 那送到我刑事组来的时候 我传乱他们来到信长的时候 太太坐我右边 先生坐我左边 我先跟他们了解协调 那了解就是知道是性侵 这个不是告不告的问题啊 性侵是公诉罪啊 公诉 然后他先生就这样隔空这样子 三字经骂他太太 你敢把我带我带就要让你 这样就对了 那我在中间这样看来看去看来去 我说好了 你载我警察局 你不要这么大声 你看来我再给你坐屁楼 你不要这么大小 那他再来就跪在我前面 就跪下来啦 跟我说我不要告了 你放我走 我不想告了 叫他不要再来骚扰我就好了 他先生我过来转头来骂我 转头来骂我三十年前 我脾气也不好 后来我想一想 我自己也很生气 后来想想还是一样 用郑大哥的方式 我们放一本圣经了 阿们 感谢主 放在他的胸前 把他带到地下社区 好好的用圣经来喊话 把他带到地下社区 阿们 感谢主 后来这个案子当然是 我们请社会局进来协调 请他的那个夫人太太 前妻 你就搬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跟你先生有任何联络来往 因为以前没有行动电话 沙先生也找不到 你呼叫器 你不回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有请当时台北市政府 社会局他也把它安置得很好 是 好 你这里还有一个是 较誇张的例子是 老公是公务员 老婆你做公平 这间有得誇张 这间那时候 也蛮久了 七十八九年 那个时候最流行股票 股票 以前很多妈妈菜篮族 南京东路逛一圈就可以去买菜了 我们叫菜篮族 日本菜篮族 我叫佐藤太太 佐藤太太 三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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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这个是一个太太 她们就是一群姐妹涛 都会买小小的股票 这才买一块 那才买一块 可是她碰到一段时间 股票掉到很惨 大概两三千点的时候 中午被她的姐妹涛拉去坐台 南京东路线上很多的酒店 两点到六点 女生坐台都是 坐台要做什么事情 已婚的 就陪酒唱歌 就陪客人喝酒唱歌 就跟五小姐那个一样 一台坐在那边一台一千五 除了喝酒唱歌 还要可以再进一步吗 那一般他们都是 一个小时一千五百块 然后可能实际拿一千五百块 陪客人在那边喝酒 然后唱歌 加一小时一千五 对 那个是七十八九年一千五 也不少 那一天再三点 就四五千块 他的先生是一个水利局的 也是这个公务人员 中午开始就喝酒了 中午喝酒 有的厂商以前 二三十年前会请公务人员 说不然来耍拖 吃完饭再去唱个歌这样子 他们刚好在南京东路 又建国北路下去 右手边一家叫月圣酒店 月 喜悦的月 月圣酒店那钢琴酒吧 因为那个事情闹得很大 他先生在A包厢 听到B包厢的唱歌 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他真的 小音不可厉 不然唱的小音很熟悉 那就带外面跟他瞄一人 他母子在里面上来了 大发雷霆 先生问一会就把他母子打了 为什么他可以去 消费他母子不可以去 重点来了 他动手就把他太太 趴了好几个耳光 他母子拔出锅皮 我说以前 要赚一点回来 对 想说赚一点钱回来 不敢让他先生知道 那被打的时候 当然里面还是有少爷有为事 哪里才能给你打我的小姐 里面一窝风 他都冲上来七八个 就把他先生围殴打一顿 打完之后警察也来了 通通到了 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时候 他先生是先送马街医院 上马街 然后他太太也是 两个都送便宜去 其他的通通判 那因为酒店想要席事 人说这就是他们来我们这 客人 他不是我们店的小姐 所以他们自己夫妻间的事情 那因为这个案子 因为他先生是公务人员 人家就说 你怎么可以自己去那家 交代去喝花酒 他喝酒就不可以在那里 贪钱 他先生因为这个原因 两个导致后面 告他太太不忠 而且疑似外遇 过来要离婚 说这个我也不要 老公想要离婚 老公想要离婚 但是后面有没有离婚 我是不知道 他去那里生那个小姐 都没人 所以就是很自私 很多男人真的很自私 男人就双叼 男人很多很自私的 什么叫男人就双叼 对啊 你这样全部全部 全部都说说到了 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在酒店中午十二 就是两点到六点的 那个几乎都是 南京东路 多数股票的小姐 那个都很漂亮 所以如果股票大跌的时候 就去那边坐台一堆 那个时候就叫菜兰廚 菜兰廚 因为就是时间到 他五点我就先提早下班了 可能就是回去要煮晚饭 带小孩煮菜 对... 所以当时中山虚准流 那也冒很大的险 有时候真的会碰到熟人 一定常常碰到熟人 你怎么来 我就来 不然我才来的 这个好尴尬 对这个很尴尬 可是他先生后来提出 这个离婚的诉求 我们就里面很多 都觉得有两极的说法 你自己说无人 你去喝花酒 你母亲要是探情 为什么叫花酒 花酒就是里面 就是女生称为花 电宗之花 还是说电宗里面最漂亮的 他们都以花来信用 不可以说水 喝喝水酒 有女陪式的喝酒 就是花酒 对... 为什么人家男生教很多女人 女生教很多男生叫花心 他们的太太几岁 23岁 23岁 就是年轻 43岁有收吗 他可能是20岁收到60岁 你说53岁有收吗 怎么说 我53岁 没有啦 你怎么53岁 让人家说 对啊 那个年23岁算老了 那个年代23岁算老了 对啊 你民国七十九年 你那一座台 所以民国七十九年 那个都早婚了 那个时候都差不多 十八九岁都这样 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 这个另外呢 还有一个新闻是讲 有一对夫妻 他原本是结婚了 那么也生了一个小孩 结婚五年 可是这个 这对夫妻就离婚了 那离婚之后 他们各自发展感情 其实这对夫妻 他们在婚前 整个交完了七年 那也算是 应该是爱情长跑 然后又加上结婚五年 总共呢 其实他们两个在一起十二年 可是后来因为 因为小孩什么教育的问题 包括很多的价值观不合 所以后来还是走上离婚这条路 那就离婚了嘛 就没事了嘛 可是他们平常还是会因为孩子的 比方说课业啦 那或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还是会联络一下联络一下 结果问题是一年半前 这他们两个之间 就是前夫跟前妻的情感 发生了很微妙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来自于呢 就是说本来就是说 我们都离婚了嘛 前夫前妻 除了小孩没有别的可以谈 可是呢 后来呢 他的老公呢 后来另外交了离婚之后 交了女朋友 然后呢 这个老婆呢 后来再结婚 再婚 所以呢 从原本两个共同的小孩的话题 延伸到彼此工作上面 会互相交换一下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我最近如何啊 你生活怎么样 我女朋友如何 我现在的老公又如何 好 重点来了 因为他呢 前妻跟现任的老公 感情好像不是 也不是很融洽就对了 所以两个七谈八谈 在一年半前有一次 因为他们这个过程当中 我刚刚讲就起了变化 除了讲这个谈谈心之外 后来会一起相看电影 看演唱会 然后呢一起去变化 那这个就好像感觉 有点破镜重圆 而且感觉比在婚内的时候 更甜蜜 更甜蜜 以前可能很久没有看电影 没有看演唱会 哪有可能 可是居然有一个 就是两个可以一起 小小去变化 那一年半前有一个晚上 他们就是跟往常一样 就是相约 然后没有想到 几杯黄汤下肚之后 有一点点酒意 两个呢 老婆就把这个前夫 揪一下 说我们来笑 我累了 我们来休息一下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讯号 那也就是那个晚上之后 两个人从此之后就是 你知道吗 旧情复燃 那这个旧情复燃呢 可能也许人家会觉得说 就是偶依为之嘛 就是出外人嘛 出外人 对 就没有想到 对 吃一只鸡腰嘛 就没有想到 对 结果 没想到很可怕 变成每个礼拜一个流程 它变了一个很规律的 就是他们每周都会碰一次面 然后就去开一次房间 然后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可是已经各自都有再婚 就是没有一个是交女朋友 然后一个呢 已经有现任的丈夫 然后结果他呢 就这个文章是 这个男生PO到D卡上面 寻求大家的一个 就有点抒发啦 也是听听大家的意见 可是一般人都说 这会有报应 就是简单讲 就是说原来的老公变小王 然后呢 这个前妻呢 就是变成了小三 的一个很基本 就是一个很 一个就是 对 你看喔 很典型的案例 离婚的夫妻又旧情忽然了 不是没有 没有 我是觉得他们是一个 非常非常 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案例 这个不是通论 也不是通理 了解 可是后来呢 很多网友就很 就是脑补嘛 就提到 他说那这个真的会让我们很害怕 是不是未来有那种 就是说前夫的啦 前妻 然后彼此之间有孩子的连结 很紧密的 这样子的对象 那可能要再三的考虑 催婚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离婚之后 我觉得这个太太有几个现象 还蛮可以讨论的 一个现象就是说 他看现任都是不顺眼的 眼中看到都是缺点 他又会对他不满意 可是离婚之后 分开之后呢 缺点好像顿时就消失 这在心理上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米开朗基罗现象 米开朗基罗不是一个很美很美的雕像吗 所以当我们分开之后呢 那个缺点就像那个雕像的那些其他部分全部被雕走了 留下来都是最美好最美的最好的回忆 所以有些时候离婚之后 会有一些好的感情的发展 就是一开始一定是感情不好离婚 但离婚之后 有时候有些人会有一种解脱感 突然又会感觉到 其实他也没那么坏 或是开始怀念 回想他以前好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的确 一开始如释重负说终于离开了 可是慢慢的有 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孤单寂寞 觉得冷的时候又开始眷恋前夫的温暖 或是其实他也有对我很好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可能也有聊得来的时候 那特别是什么样的夫妻最终 一时冲动离婚的 其实他们并没有累积非常多 像文婉一样累积长年的痛苦 然后被剥削 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行不行的 有没有听到 不可以讲 然后他这么多 对那可能他们是在一时冲动 离婚了之后 开始反而觉得没有对方好忧郁 好沮丧 然后没有安全感 然后有觉得想要有归属感 又开始 因为是女生主动打电话给前夫的话 那就代表他又开始怀念前夫的好 所以我觉得他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我不会太难理解 其实还蛮多人离婚之后会告诉我说 其实他后悔 离婚是后悔 离开前一段婚姻 他转了一圈之后 他才发现其实前夫对他是好的 但是他那时候不够成熟 不够有智慧 所以一直觉得 总是觉得不满意 那我觉得这个太太还是看现任不满意 也就代表他不知道怎么去经营现任的关系 然后才会回过头去 对前夫变成他们互相都成为彼此的第三者那样子 那像这对夫妻有小孩 对 然后我们刚刚谈到那些那个八岁的小孩 像这样小孩他们在画画的时候 他们会展现内心吗 会 其实我很常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时候 常要去了解这个小孩的心理的状态 到底爸爸妈妈离开 或者是说面对中间的冲突也好 或是面对之后 他是不是没有归属感 常常我们会透过让他画画 或者我会 我有一间小房子 那个小房子 里面有爸爸妈妈 然后有小孩还有一只狗 然后有一个家庭的雏形 有床 有沙发 然后有餐桌 那我就我们就会说你想玩哪一个游戏 画图也可以 或者是玩那个小房子的游戏 还蛮多小孩喜欢玩那个小房子的游戏 然后他们在什么时候会特别跟我说 他要玩那个小房子 就是他怀念爸爸妈妈分开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讲说 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 可是我们都很爱你 然后你可能现在有很多个家 你有爸爸的家 有妈妈的家 有阿嬷的家 所以你有好多个家 那现在很多小孩都跟我说 我有好几个家 那我现在在这个家相处的状况是什么 在那个家相处的状况是什么 但是他们还是会怀念 以前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也有遇过有些小孩 他会怀念 他就会觉得说姐姐 小时候成长的过程 都是爸爸妈妈感情最好的时候 可是弟弟成长的过程 就是爸爸妈妈感情最不好的时候 所以他会接收到很多负向的能量 那像有些小孩 他就会跟我说 他怀念那个时候 他就跟我说 新医师我可以玩那个玩具吗 那我就看他怎么摆 他就真的会把那个玩具 这时候那个扮演的爸爸妈妈 就是他完全可以操控的 所以他会把他们摆在一起 然后不是把他自己跟他们摆在一起 他是把那堆爸爸妈妈摆在一起 譬如说他会把那两个小小的爸爸妈妈 放在共同的床上 然后手跟手 然后让他们睡在一起 吃饭也在一起 或是还有浴室 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去怀念他们 然后另外一个画图的话 他通常都会画他们手牵手 然后他在旁边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孩子 还是会想念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像有些小孩还是会问爸爸 会问爸爸或妈妈 说你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 所以我真的极度极度地呼吁 我们心里一直说友善父母 几乎很多当事人跟我说 哪有可能当友善父母 我们都已经翻脸到这种程度 你们心里师一天到晚就跟我们讲 友善父母 友善父母 怎么友善得起来 一天到晚就骂我 然后因为我看了这么多这样的小孩 我就跟他说你们两个可不可以 好好的去讨论 不要有爸爸的时候就没有妈妈 有妈妈的时候就没有爸爸 有没有可能 你们还是可以共同出席 家长会或什么 有时候真的很难 不可能 真的 有时候 那这只是心里师微小微小的一个心愿 因为你看了孩子这样子的一个心愿 心酸 那黄医师你有小孩都化什么 中国跟台湾可以和平相处吗 每次人家跟我讲友善父母的时候 我都想反问这句话 而且我必然反问 那不是 当然啦 我觉得友善父母是很好的利益 也是大家应该要 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向 可是 不要强求 可是你能不能跟这个人 做友善的关系 其实取决于互相的态度 跟互相的共识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还有一个新闻是 老公提出了 说老婆对自己辱骂 而且还在墙壁上写下 不雅的字眼 所以她提出离婚 文文她是什么不雅字眼 其实她没有特别讲说什么不雅 那其实大家可以去想象 我接下来 接下来讲那个来龙区 你就知道老婆 会用什么字眼去骂她 那先说这个事件是这样 这个老公 她跟法院提出说 我百姓姐早上离婚 我受不了她 因为我们已经无性生活很久了 这个是主要诉求 然后第二个诉求就是说 她不但 就不跟我亲密之外 她每天在这个墙上 都会写一些辱骂我的字眼 不雅的字眼 来对台湾 所以我不甘受辱 而且这长年来 我觉得我们真的 已经出问题了 我要离婚 结果法院一查 经查之后 发现说 人家会这样对 你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因为原来她 其实对于婚姻不忠 外遇是她 她起了个头 所以因为 你做了一个 这个不忠实 对婚姻不忠 所以身为太太的人 看着你就躲住 怎么可能让你来碰我 来亲近我 这个一定不可能 再来我们已经沟通都出问题了 我用的方法就是 我只能在墙上去泄愤 去这个就是 让我的这个情绪得以抒发 所以法官认为说 这个太太情有可原 你对不起她嘛 所以呢 这个老公 她打得如意算盘 这个破灭了 因为她本来想说 我自己离婚离离 我要自由 不好意思 法官说这样子没办法离婚 是 那请教法老王 有一些人会故意要为了收证 激怒对方 对 这样的证据力也OK吗 证据力 只要她 她就是预谋了 对 其实如果说 确实有那样子的行为 像我之前遇到的是 就是老婆就是故意激怒老公 然后开始就录她 辱骂她的这个录音嘛 原则上这个 就是如果你弄得自然一点 法官应该就会采信 弄得自然一点 对对 所以其实还是演技有关 演技有关 就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要有技巧的 像我听到的 比较多的 都是那种会故意 很刻意地去讲说 你黄佑佳 你现在是在辱骂我王志德吗 他会讲这种话 故意这样讲出来 故意这样 就是故意讲出名字 有时候还故意讲时间 那这个太刻意了 你 林翠芬 你是故意在辱骂 不对 时间要讲 现在是抓民国几年 几月几号 你是故意在辱骂王志德吗 没有 我没有辱骂 其实因为那时候通常 他就是故意激怒嘴巴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 很温柔的讲话 我没有辱骂你 我没有 我什么时候辱骂你了 所以如果说这种 就弄得自然一点的话 就真的很像在吵架 这个其实是有用的 就是法官会相信说 你们可能平常都在吵架 这样子 那当然不能只录一段 然后就录很多段 而且对方越生气 当然讲出来话 可能越口不折眼 那这种就越有利 那其实很多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那种夫妻离婚 他们真的是有预谋 他们会开始可能半年前 一年前就开始逐步的规划 然后去收集证据 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情形 然后这种就是到最后 通常另外一方 就会突然收到 这个离婚的起诉状 他才惊觉说 过去这半年一年来 他为什么有一些奇怪的行为 对他有时候就是会故意晚归 然后而且他问他的时候 本来只是关心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他就故意说 你不要管我啊 怎么样 然后你是我的谁 等到他开始吵架的时候 他就开始偷偷开始录音 好可怕 越来越多这样子 一般来说 比方说老婆如果很在乎 老公晚归 怀疑他去做什么 他就故意要开始设取 故意晚归你就会骂 对 就会骂你 然后他就开始录音 就开始录音 对 那像这种或者是 最可怕的是什么 开始录音对不对 开始吵架 之后其中一个人 女生甩门进去门里面 对不对 开始哭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真的真的 后来其实 但是他们被打他 对 成堂证供 其实听到是前面 前面是确定有 可是老公听到后面傻眼 因为那一段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你不要打我 好痛 然后可能有个人说 好痛 这样 可是这个听起来 就是完全完整 然后因果也完整 指尖也都完整 对 可是这个真的百口莫辩 然后就变成家暴 所以法官大人 真的要很明察秋毫 不能被操控 对 OK 谢谢 好谢谢 谢谢